这个男主是真的服了 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被一大群妹子袭击 可到了关键时刻 就会跳出一个恶鬼女人打断其施法 于是到了第二天 男主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出家 毕竟要远离这个充满欲望的镇子 自己就不会被世俗困扰 但出家前起码得吃一顿好的 于是平时抠抠嗦嗦的男主 一大早就点上了一桌好酒好肉 瞬间让黄毛羡慕不已 对方还想靠近搭话 却被男主一手拎起 并警告黄毛不许在他的后花园搞小动作 这看得众人一脸猛逼 只有男主清楚 自己是被昨晚那个恶女人搞到有心理阴影了 在酒足饭饱后 男主向三人坦白 自己要出家 此话一出让三人亚麻呆住了 紧张的惠惠连话都说不清 阿库亚却一脸淡然 并认真的告诉男主 要出家的话 务必选择他的阿克西斯教团 可听到这的男主直接炸毛 智障才去那个智障教团呢 于是不管众人劝阻 男主来到了工会的前台 问前台小姐姐拿了个出家去向推荐书 接着头也不回往外跑 但扎针毕竟是扎针 离开前还不忘和前台小姐表示爱你 不给出家前的自己留遗憾 之后男主干尽失足往寺庙赶去 三人则尾随 只有惠惠和达克尼斯在劝男主别冲动 没心没肺的阿库亚边吃着薯片边调侃 表示到了下午 男主就会想起泡泡酒了 所以他就不相信男主会出家 不服气的男主转身就和阿库亚争吵起来 也在这时 惠惠想起了与男主的一路走来 男主还没有见识过他最强的暴烈魔法 于是下定了决心不能让男主出家 要对方陪着自己边冒险边成长 虽然阿库亚不信 但中二的惠惠觉得男主是来真的 于是为了击碎男主的决心 他决定对石头山下手 牛逼 由于惠惠的胡闹 打了一发之后便没了力气 男主只能背他走了一天 这也导致他们走了一天 也没能抵达寺庙 晚上惠惠询问男主有没有想家 特别是有没有想父母 男主觉得对方啰嗦 想立即停止话题 惠惠突然说起自己的愿望 是男主让他继续走的暴烈魔法这条路 只不过没能让男主看见晚分二百分的暴烈魔法 他觉得很可惜 现在才一百二十分 很快就可以了 说着说着惠惠将手放在了男主手背上 这突如其来的酸甜场景 让男主兴奋到大脑当机 想不明白惠惠为什么牵自己的手 难不成自己的桃花运真的要来了吗 要是这样的话那还出个屁的家 牛逼第二天被伤透了新的男主继续上路 突然他们遇见了一位受伤的小女孩 三人都被其可怜的外表所诱惑 只有男主一眼就看出了他不是人 为了让智商超标的阿枯亚相信 男主直接掏出怪物图鉴念了起来 安乐少女植物型怪物 会让路过的旅人产生强烈的保护欲 是危险的魔物 只要待在他身边 他就会露出非常安心的笑容 让人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他 即使男主叨叨续续说着这魔物的特点 但没一人相信 纷纷跑到了其身边检查他的伤势 小妖精只是一笑 三人瞬间一脸花痴样 男主为了让他们清醒 直接掏出短剑 三人立马警戒起来 男主想要过去就必须先 蹂躏达克尼斯的身体 而小妖精则趁机表演了起来 击死人 击死人 不击死人 击死人 狩死人 人の命を奪うんだぞ 击死人 狂死人 凡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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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っているときに出した決断はね どの道きっと後悔するものよ なら 今が楽ちんな方を選びなさい 虽然有了智慧女神说了跟没说一样的建议 但男主还是拿不定主意 这时小妖精表示歉意 直言声而为邀我很抱歉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 他一定投胎转世好好做人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男主哪里舍得动手 于是只能继续上路 突然男主想起这是通往寺庙的必经之路 便决定回去拜托小妖精一件事 让对方以后不要对路过此处的人出手 自己成为了和尚之后 下山就会给他带去食物 想到这的男主豁然开朗 自己要成为和尚这件事或许就是命中注定的 然而刚回到树庄那里 男主才知道是自己一厢情愿了 你许是在于是想避免 女主子的 女主几乱与 女主教官等原则 女主的 女主人 女主想避免 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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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友人… 友人?! 哇! 你真好! 你生了… 你… 友人… 你… 友人… 你真好! 完美! 此刻男主心如死灰, 而小妖精则从地底拿出了鲜甜的战利品。 可这个冒险者的养分即将被吸干, 小妖精也只能先躺下, 进行光合作用补充一下能量。 他却殊不知,死神的镰刀在向他靠近。 解决完魔物后, 男主带着战利品回到三人身边。 这时阿库亚注意到男主的背包上还插了个小锤, 像是在某个地方见过, 可男主两秒半也不想给他碰。 于是在两人一番拉扯下, 掉出了三个金币。 见此情况, 男主又赶紧摇了几下锤子, 又是树枚金币掉落, 好家伙让男主捡到了个摇钱锤。 那这还出个屁的家呀, 得赶紧回去镇子上消费一波。 这时那魔王军干部又跑出来骚扰男主, 可男主一点也不在乎, 有钱之后的生活只能是无限美好, 以后不用干活也能使劲玩漏。 就在男主沉浸在幻想中的时候, 克里斯叫住了众人, 接着在打了个招呼后, 从男主身边掠过。 这时卉卉兴奋的让男主给他换一套新的长袍, 男主得意极了, 买买买现在的他不缺钱, 可他找了身上两圈半, 再也找不到摇钱锤了。 此刻男主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他却没怀疑是克里斯动了手脚。 回到家时又有个老灯上门反应, 男主和阿库亚一激动, 就把气撒在了他身上。 不过很快被达克尼斯叫停了, 因为老灯是他家里的管家, 此刻过来有钥匙告诉达克尼斯, 让他赶紧远离男主, 不然会招来大火。 直到看见书信达克尼斯还是不愿意相信, 一脸猛逼的男主直接发动盗窃技能, 把书信抢了过来。 原来这是一封来自公主的吃饭邀请函, 只因公主对男主的冒险事迹感兴趣, 所以要照男主进攻, 给他讲两天半的故事。 祖琴最新一化有多炸裂, 何真面对向自己发起挑战的女骑士, 果断就使出了偷窃技能, 想要偷走对方的大宝剑, 而结果也不出意外的中奖了, 不过偷到的却不是宝剑。 牛逼就在刚刚, 男主拿着新研发的打火机到维兹的商店进行售卖, 而惠惠和骑士也一人拿了一个当作纪念, 阿库亚本来也想拿一个, 可却被何真给拦了下来, 见状阿库亚瞬间绷不住了, 为什么惠惠和骑士可以, 到了他这里就不行了, 听到这话男主也直接炸了, 骑士则是帮他介绍了批发商的渠道, 而因为这些打火机都是惠惠帮他做的, 而阿库亚却只是吃饱睡睡饱吃, 什么忙都没有帮, 所以凭什么他要分给阿库亚, 要是真想要就到店门口帮他招揽客人, 文言阿库亚也接起了男主的脑底。 最终阿库亚还是到门口招揽起了客人, 而这时他那宴会表演技能就派上了用场。 而身为店主的巴尼尔也直接炸了, 让阿库亚滚到别的地方去表演, 最终还是维兹出面才制止了这场道具, 而男主的打火机因为很有实用性, 也很快就被抢勾一空, 接着男主等人也为了面见公主而开始打扮了起来, 但骑士的礼服对于阿库亚来说却有些太过宽松了, 至于惠惠就更不用说了。 最终骑士也只能找件小时候的洋装给惠惠穿上, 至于阿库亚则是给他找了件稍微紧身点的礼服,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 众人来到了餐厅与公主见面, 而骑士也再次叮嘱三人, 单会他负责和公主聊天, 他们只要一边吃饭一边点头附和就行, 但就以他们三人的性格, 又怎么可能会乖乖听话。 在见到公主之后, 阿库亚先是一本正经向公主行了梗, 可还没等其是欣慰两秒半。 这时男主也把目光放在了公主身上, 他也没想到这公主居然长得这么可爱, 然而公主却被男主猥琐的目光冰得有些难受, 于是便让属下告诉男主, 让她把头低下, 赶快说出冒险故事, 然后才能放在了公主身上, 对了, 嗯, 全主! 其实简直都要疯了, 这又不是KGB里的公主, 男主居然敢说出坏人这种话, 但男主却还是不服, 毕竟公主在心里对自己那么崇拜, 可这才刚见面又说自己猥琐,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她预想中的公主, 而就在这时, 阿库亚也完成了她给公主的肖像话, 就连公主头上的那根呆毛, 都被阿库亚完美的复刻了下来, 公主这才注意到自己那根因早上没梳好头发而翘起的呆毛, 见状骑士也赶忙为阿库亚的势力向公主道了起, 然而公主在看到话后, 却觉得阿库亚画得很棒, 这下骑士瞬间成了小丑, 接着在宴席上, 男主也将她打败魔王军弹部的英勇事迹讲了一遍, 不得不说男主讲故事确实有一套, 直接就把公主听兴奋了, 就连自己人也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没想到男主这么能胡说八道, 而公主也很好奇, 在成为冒险者之前男主是做什么工作的, 男主当然不会告诉公主自己以前是个家里蹲, 于是便开始瞎边乱造了钱。 牛逼, 这下众位宅男都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然而公主听完之后, 却想要看看男主的冒险者卡片上的技能, 因为他很好奇男主是如何打败魔剑勇者的, 这男主当然不敢拿出来, 毕竟他可是有一个只有巫妖才会的吸收之处技能, 这要是被公主看到, 岂不是要把他当成魔王军的人, 而卉卉也赶忙替男主打野幕, 说这是冒险者的底牌亮出来不好, 他本想让阿库亚表演魔术来转移话题, 可阿库亚却一心只想喝酒, 根本就不想多管闲事, 而这个理由也并没有让公主打消念头, 看着男主一脸心虚的样子, 骑士也赶忙站了出来, 说男主从事的是最弱的职业, 所以他才不好意思拿出来, 但这话却更让公主的护卫怀疑了, 既然男主是最弱的职业的话, 那他就更不可能打败魔剑勇者了, 而男主也不敢说他是靠偷走对方的魔剑这种卑鄙的手, 才将对方打败的, 于是身为魔剑勇者小明媚的公主, 认为男主一定在这件事上撒了火, 男主也真是服了, 于是一气之下便准备离开这里, 但最重视伙伴的惠惠却不愿意, 他最看不得同伴受人欺负, 换作平常他早就一发炎爆打过去了, 可谁让对方是王族, 最终惠惠还是忍了下来, 毕竟他要是现在发火, 身为贵族的达克尼斯也会受到牵连, 然而听到这话之后, 达克尼斯却又不愿意了, 让公主收回男主是骗子这句话, 并向男主道歉 随着达克尼斯也为自己的失礼向公主道了钱, 但他也不该这样侮辱男主, 毕竟男主的确没有说谎, 而且男主没有义务必须说明他是如何打赢的, 听到这话男主也做不住了, 既然公主这么想看他是如何做到的, 那他就亲自给公主示范一下好了, 文言护卫也果断拿出了大宝剑, 牛逼就这样, 这件事情总算是画上了句号, 至于歧视的伤口, 也被喝醉的阿库亚给完美之好了, 而公主在知道男主不愿意说的原因之后, 也真诚地向男主道歉, 接着公主也打算回王宫了, 可就在护卫施展传送魔法时, 公主却一把拉住了男主的手, 那你说的是什么? 讲解王宫! 这... 你又是回家的人吗, 就说能传送人说了吗? 看来个王宫的元寺方, 只因被公主强行诱拐到王宫 男主就能每天从一千坪的大卧室睡醒 还有专人的管家和女仆为他服务 但男主是个变态 总是喜欢骚扰女仆 克莱尔刚打开公主的房门 就看到男主也出现在同一张床上 更离谱的是他还在讲述 关于达克尼斯的全果害羞小故事 就在一天之前 男主被公主偷袭带到王宫 男主人傻逼了质疑这是诱拐 雷英解释公主平时乖巧可爱 因此希望他能原谅公主的初次任性 并暂时扮演玩伴角色 公主表示很羡慕看到 和他在一起的达克尼斯很快乐的样子 哪怕只是短短几天就好 只希望男主能留下陪自己玩 见公主这么可爱 男主答应暂时住在这里 于是乎公主接连几天都缠着 他给自己讲校园不适 男主意外对他来说无聊的事情 公主却羡慕得不行 因此提出为什么不在王都搞个学校 公主文言立刻陷入沉默 下一刻王都就发出警报 遭到了魔族的偷袭 公主无奈这种事经常发生 所以在王都上学太过危险 男主无语明明是王都却会被偷袭 因此希望那些开挂老乡能认真工作 公主很感谢他这几天的陪伴 并答应明天就放他回家 只因待在这里并不安全 男主自知留在这里也改变不了现状 况且同伴应该都很担心他 虽然很不舍但也只能这样 公主希望以后有机会再给他讲故事 并感觉他有点像以前的哥哥 虽然他现在已经不会和哥哥这样闲聊 即便他希望男主能继续留下来 但也明白不能再继续任性下去 男主抽风让公主不断重复 他向哥哥那句 诶…昔のお兄様みたいだと もう一度言っ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 お…お兄様みたいです もう一度 できればもっと砕けた感じで お… お兄ちゃんみたい 俺はこの城に残ることにした 于是男主继续从一千坪的卧室睡醒 让管家准备醒脑 カフェ 并且故意坐在床上让女仆整理床 お…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兄ちゃん いいじゃないか お兄ちゃん いいじゃないか ちゃんとズボンを吐いてください おはよう アイリス 这天公主希望男主陪他下棋 但他却会露出一副有顾虑的样子 或许正如雷音所说 他平时是个乖巧听话的孩子 所以很清楚自己做的每一件任性的事 都会让身边的人不知如何是好 男主装逼不会为了理让就放手 要玩就认真玩 但输了别哭着喊我你讲 却不料一连几时把男主一把没赢 公主不忍心了希望到此结束 男主却不干了别想赢了就跑 把公主都搞无语了 虽然是他主动提出来下棋 但男主是真的好难搞 终于男主化身 敖鹰才勉强胜过公主一派 男主提出下次带公主出去玩 这个世界或许有与众不同的恶魔 还有只吃素的巫妖 公主无语出去的少不等于没见过世面 根本不可能有那种恶魔和巫妖 问题是他每次出去就要惊动一大帮人 次日男主重复往日的装逼生活 今天他打算换个花样妨碍女不换床单 只见男主在那里搔手弄姿等待女不开门 却不料出现的人是达克尼斯 男主直接心虚的跪了 大家都很想知道他刚才想说什么 男主当场射死没脸见人 他不解他们怎么会在这 达克尼斯不爽是专门来带他走 他不在的这些日子 会会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男主却还想继续当公主的玩伴 不希望被大家打扰 女神不满他怎么能一个人逍遥快活 毕竟大家是一起打倒的魔王干人 因此他也要在王宫里生活 却不料几人的对话正好被公主听见 达克尼斯解释男主还有很多同伴在担心他 因此希望公主能放他离开 男主心里一万个不愿意 希望公主能拒绝达克尼斯的请求 但公主最后还是答应放男主离开 所以今晚打算给他搞个送别宴 晚上会会和阿库亚嘴巴就没停 达克尼斯却被一群男贵族疯狂骚扰 想要求婚而苦恼不离 被男主把家炸了的阿尔达普 忽然现身发表看法 他认为配得上达克尼斯的人只有一个 就是正在率军与魔王军战斗的第一王子杰蒂斯 没有人比他们更加般配 见达克尼斯很困扰的模样 男主豁出去了开始发颠 最后男主抱怨明明是他的送点会 却没人关注他这个主角 只有公主一个人来到男主身边 把男主激动得大呼好妹妹 公主失落因为男主的离开 明天这里又要开始安静下来 男主不解自己到底哪些地方让他喜欢 只因公主还是第一次遇到他这种人 天不怕地不怕 没礼貌又直言不讳 还会教他这个王族干奇怪的事 公主相信和男主度过的这几天 将会成为难忘的回忆 他羡慕达克尼斯 跟他一起一定每天都很开心 男主心疼公主到了明天 一定又会压抑自己扮演乖巧的孩子 他想找个借口能继续留下来陪他 直到公主提起王都内有劫富济平的一贼出目 对方专挑风亭不佳的贵族下手 然后孤儿院就会收到大笔匿名捐款 男主激动终于找到了留下来的理由 他找到达克尼斯表示会帮忙将其抓到 达克尼斯都惊了 毫无正义感的他又抽什么疯 贵族们却纷纷支持男主的决定 并不打自招 不是因为他们做过亏心事 男主转头看向一脸崇拜的公主心里美滋滋 他打算先继续在游手好闲之后再去抓人 却不料克莱尔要求同意的贵族也要全力协助 并让男主朱镜赞成他的贵族家里进行埋伏 不合格事